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艺 一个企业的成功指标经常会以获利率或者是股市行情为依据 但是如果要论断一个企业受欢迎的程度 可就得要再加上企业文化、信用以及员工福祉来整体考量了 这集台湾演艺要为您介绍近年来少数以南台湾为基地而崛起、壮大 广受各界瞩目的企业奇美集团 奇美不仅创办人许文荣突出于其他的企业家精通多种弦乐 经常公开慈善一眼之外 奇美还率先全国提前政府十年实施员工周休二日 而奇美先后拿下压克力和实化ABS世界生产冠军之后 在跨足面板业营造了南台湾数亿万计的就业机会 已然成为南台湾的重要指标 第一单元我们先来认识创办人 也是艺术型企业家许文荣的崛起 和茁壮 1933年的岁末尾牙 年仅六岁的许文荣和其他九个兄弟姐妹满怀期待 等着父亲许树和回家聚餐 和餐后分发厚厚的大红包 然而等了好久 父亲才终于回家 却是不发抑郁 原本在一间民间企业上班的父亲 却因为公司经营不善要裁员 尾牙这天 头一个被裁的就是担任主管的父亲 这一天对幼小的许文荣心中 产生无法磨灭的冲击 当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然后在农历过年之前 用洗头脑被辞职了 那从此之后许树和先生就 可能在职场上受到一个蛮大的打击 就没再出去找工作 一家十二口顿时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 只好搬到当时有台南市平民区之称的神农街 街内有一座大仓库 隔成二三十户人家 每户仅有七八平大 唯一的电灯是挂在隔街木板上 和隔壁户共用的一盏五烛光小灯泡 生活的困顿 让许文荣从小就立志要赚钱 他就只有一个目标而已 你其他都不去考虑 考虑就是一个甘苦出身 他力求最深度一定要赚给他赚钱 他第一个目标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对求就是赚钱赚钱赚钱 欠钱欠钱欠钱 每天早上都看到妈妈起来的时候 买一个菜来 去给人家借钱去买菜 他说以现在的行价 他来估计大概顶多台币 是一两百块而已 他看到妈妈这么辛苦 他就想到说好 我要去工作 急切想改变生活环境的小小许文荣 观察力相当敏锐 念小学时 有次看到路边卖冰水的小摊贩 把没有味道的冰水 加上色素和水果口味糖精 变成颜色好看又好喝的水果冰 立刻以高出成本 好几十倍的价钱卖出 让他学到原料经过加工 就可以赚更多钱的概念 还有一次 他看见一大群人 挤在半干的水池里捞鱼 唯独他 经过冷静观察后 从中收获 在我们都没水了 大家都在河里还有河里 大家都在河里 他等着等着大家都走之后 他知道大家冰到这样 陶杀一定找到地方去美的 所以只要美得比较安全的地方 应该就是还有陶杀 所以比如说他找到那里面 整机里面 陶杀在美里面 因为没人注意到 他拿到整机里面 然后他等到陶杀了 虚光触感敏锐也相当感性 虽然嘉靖无法配置他学音乐 电影院里的小提琴弦乐 早就焊动小小许文龙内心 我听着美人的声 那个时候 我就小时候听着美人的声 到大线起来很爱美人 因为形体三年就在小线 还有声很漂亮 到现在就是这样 那时候没钱喔 没钱对了啦 他最喜欢音乐的原因是 因为他有一个二个 第二个哥哥 这位哥哥很早就合适 他每一次谈到这个哥哥 他就非常难过 这个哥哥很喜欢拉小提琴 那就叫他拉 所以他小的时候 就稍微会拉来一些 终于1945年 日本战败 许文龙17岁正年 拥有了个人第一把小提琴 他在高二的时候 因为日本人要回日本 那就变成二手的东西都留下来 那他第一次买琴 他又去二手书摊 买了一本书 然后就自己这样摸索 因为他家很穷 许文龙感性聪明思考 但求学过程却不怎么顺利 中学念的是日据时期的 台南专修工业学校 后来又进入属于高等学校的 台南工业学校就读 这段期间 他的成绩永远是全班最后一名 全班如果有二十个 他就是最后一名二十名 他有一次变成十九名 他妈妈很高兴 他妈妈很高兴 他没有告诉他妈妈 因为班上少了一个同学 转学转走了一个 许文龙不在乎成绩 却非常重视食物操作 从在台南工业学校念机械科 成绩单上看得出来 应用力学 机械学 材料力学 工厂管理等学科的成绩 都有八十几分 尤其在车床 打铁等黑手课程相当拿手 对机械更具浓厚的兴趣 但是许文龙不重视被送行的基础学科 像公民 国文 地理都只有六十几分 今天有一个发展的时候 好感觉他就打机械 要操作 机械要安装 播用 他就现在可以引进一本的新的机械 要买买什么机械来用 这他非常勉强 所以今天跟班上没收时间就是这样 不仅如此 当大家都规规矩矩地 背书包去上下学时 学龙却有自己独特的坚持 他的书是背回家也从来没有看的 那他只要背几次 他也说书包背回来干嘛 我都没打开 所以干脆就不要背 他就都放在教室 所以那你想想看 在那个年代 每天出门都没有背书包 所以邻居会以为他已经在上班了 因为他每天出门便只领一个便当 都没有背书包 所以邻居问他妈妈说 你儿子在上班啊 他说没有啊 他还在上课 但是这样也有后遗症 有一天人家换教室 他书包就不见了 高工毕业后 许文龙和大哥许鸿斌 在台南市的Sakaliba 租了一个小小的摊位卖童装 对文字相当讲究的父亲许树和 特别为孩子将这家店 取名为奇美童装行 那时候呢 小孩子生很多 所以小孩子需要服装 他跟他哥哥那两个人呢 就开了那个韩国做的服装 所以他们就搭着火车一个月来基隆 批货批一次 那为什么取那个名字叫奇美 是许树和他爸爸呢 就是取的 初期至胜 你还要美美的 所以就取奇美 那我觉得老先生和他很研究 以后呢所有的这个公司都叫奇美 童装行是许文龙事业的起点 但卖童装利润微薄 许文龙兄弟又决定和朋友 合伙做塑胶皮带头 当时许氏兄弟 常常向一间贸易商 立人行进货 立人行知道许文龙很懂机械 也有开模的技术 便说好他们出资金和原料 交给许文龙来做 但尽管许文龙做得又快又好 订单不断增加 利润还是一再遭到剥削 迫使许文龙兄弟决定自行创业 1953年奇美实业登记成立 资本额仅仅2万元 一间八平大的小工厂 就设在台南市和平街 代表人登记是许文龙 由于观察到塑胶玩具的市场潜力 因此奇美实业起步 还是从塑胶制品出发 服装店呢 这个赚钱有限 那他接着过来呢 在1955年 他就去做那个塑胶玩具 跟那个塑胶的水壶 那个地方让他赚到第一桶金 那塑胶的玩具呢 他很有生意的眼光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有很多的美军 他会去跟那个替美军呢 家里扫地的欧巴桑跟他讲一下 那个家里如果有那个要丢的玩具 你不要把它丢到垃圾桶 然后就把它扫掉了 那个他要丢的你就捡来给我 那他就知道美国在流行什么 然后就在台湾开模去做 许文龙只花了三个月 便吃下全国塑胶水壶的市场 因为只有他的尺寸最齐全 加上他善于开发模子 有时一天可以换两三个模子 但是开模过程吃力难做 许文龙的哥哥许红斌又不停接单 让创业出奇的许文龙相当痛苦 甚至忍不住躲在面背中哭泣 直到有一天 看到一位残障人士上厕所的辛苦过程 许文龙才因为启发而开悟 台湾市那边有一个永恶市场 他看到那个公厕里面有一个 没有双 没有双脚的人 只拿了只有两只手人在上厕所 很辛苦用手要去上公厕 而且他的房子就是 走廊下了两片丸刃子 装的房子 就是他的卧床 那一个人可以穷到 这么辛苦到一无所有还活着 那他这么健康的人还怕什么呢 所以他就勇于一搏 1957年创业第五年 许文龙的机会来了 当时中国生产力中心在台南举办 不遂玻璃讲习会 不遂玻璃顾名思义 不会碎也不会破 材质又比塑胶硬很多 又可以做成透明或是鲜艳的颜色 许文龙看到这项新奇的产品 如获至宝 于是一股作气 找到当时全国化学人才最多的 台糖试验所 进行新产品研发 库文龙先生来邀请这个 库随后的先生帮他帮忙的 他是敢说一国代表三千块 那几年是民国五十几年三千块就算很多了 听他说还送他 我都要让他做交通工具 库文龙先生的应该是 做新的産品的原料还是怎样 做这种也要有很大的勇气 因为这种是一个未知数嘛 因为战后重建嘛 那整个台湾的这个街景呢 就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开店 那开店以后就要挂那个砍棒 那砍棒呢就是做压克力 所以他就觉得 哇这压克力的生意很好 他就开始去自己摸索做压克力 不碎玻璃就是压克力 早期并没有压克力这三个字 后来还是齐美 向中央标准局登记的上标名称 为了开发当时四位 高科技产品的压克力 许文龙整天窝在工厂里实验 苦思无法突破 决定跨海向日本原料厂 三菱雷银公司 学习压克力板制造方法 为了突破日本公司保守的新房 许文龙背了好一番功夫 日本公司说不要 我不要教你怎么做 那他有一次就是去 那个经理他家 然后他们的小朋友 大概小学四年级 拉那个小提琴 不成人音 不成情音 那他说 你知道小孩子 小提琴拉得不太好 我跟他指点一下 他就教他 那个经理就觉得 这个人怎么对我这么好 日本的经理是很大 就带他去看场 然后规定他不准拍摄 整天看场就把那个生产的流程 画下来 许文龙会拉小提琴 意外的帮助他顺利取得技术 一趟日本行 更让许文龙决定将奇美公司化 1959年9月24日 专门生产压克力的奇美实业公司 以200万的资金正式成立 由年仅31岁的许文龙担任董事长 他的联金赵炳皇任总经理 并立即加速建厂 扩大产能 许文龙并没有把工厂 设在交通方便的台南市中心 反而看重台南市郊严城区 一口气买下700平地 迅速在隔年2月20日 完成建厂正式开工 许文龙也在这个时候 遭遇到经商以来 第一次严肃的市场争夺战 和另一位压克力制造商 解水龙展开著名的双龙之战 那一次的战争 许文龙说他真的纹有够烦恶有够刷 被他突破到一个方式 就是用秤金在买 但是因为压克力版后果不一样 比较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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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通通倒给他 就叫客人都去买他的那一个 然后他只留下合理的这一段 他自己做 所以变成说了解的行李 都对方拿去做 所以会加速对方的 在割核站里面 对方的失血速度 他才把压克力这一站打赢下来 对手谢水龙终于不堪亏损 退出压克力市场 加上齐美又并购其他小厂 终于成为全国最大的压克力制造公司 接着 许文龙下一步对准香港 破绽海外市场 香港人爱打的麻将材质 就是压克力 但品质不好的压克力一胡牌 就容易裂开 许文龙送到香港的样本 耐摔又便宜 没多久 香港订单就成长到 每月20公顿以上 从1957年起步 到1963年顺利打开香港市场 短短七年时间 让35岁的许文龙 立足台湾商场 并荣登台湾压克力之户宝座 但其实真正将许文龙 推上世界舞台 击败美日先进大国的 不是压克力产品 而是更具特色的ABS 国内石化业流传着北台塑 南齐美 当70年代 台塑开始建造轻油链接厂 原本专注在压克力的齐美 也同时进军石化业 所不同的是 台塑是从石化业的上中下油全包 而许文龙只选择一项利基产品来生产 也就是工程塑胶ABS ABS可以耐高低温 防墙酸碱 在当年算是石化业的高科技产品 而许文龙同样做到了产量世界第一 1998年 齐美大胆地从传统产业 转向高科技面板的时候 决策过程同样很戏剧性 到底他们是如何运用 本土台湾人的智慧 研发出全台湾第一片 自主技术薄墨电晶体 液晶显示器面板呢 继续这个单元 来看看这几十年 齐美的蜕变 载货连接车静静出出 这是齐美食业位在台南县 仁德乡的石化厂 也是齐美工程塑胶 ABS站稳世界第一的基地 1960年代 齐美是国内最大的 压克力制造供应商 但到了70年代 大环境开始转变 台湾陆续新建 清油裂节厂 对中下游的民间石化工业 提供原料 许文龙看到这个趋势 于是加强投注在 刚投资起步 生产更高阶石化产品的保力化学 专注在塑胶袋 玩具 日用品外壳等 聚本以稀产品 但保力化学起步的前两年 就大赔一千万 一直到第三年才止血 许文龙善于从失败中 继取教训 保力化学成立后没多久 有一次工厂工人操作疏忽 将原料聚合槽的温度 烧到标准的两倍 差点让工厂大爆炸 许文龙将这次的意外 化为转机 把考验当作学习 那我们现在说 跌倒了马上就爬起来 但是它不是这个样子 说你已经跌倒了 你已经跌倒了 那就要来起来的时候 赶快看看地上 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捡的 许文龙因此加强冷却设备 反而让产量增加一倍以上 经过七年的摸索 保力化学成功地研发ABS ABS是结合三种化学原料的 工程塑胶 奈强酸强碱 抗高低温 易于加工染色 广泛用在汽车仪表板 手机 镜头盒 电脑外壳等 许文龙发现 对美日先进国家的ABS厂 都是迎合客户制作 少量多样成本又高的产品 因此决定反向定位 采取多量少样压低成本的竞争策略 当时能够生产ABS的 大概主要是美国和日本 那日本在策略上呢 许文龙也有在闲聊的时候也有聊到说 日本人呢 他会迎合日本人的爱风型的特性 他就说 哦 你日本人有得厉害的 你们有得去做一个高级的ABS 那所谓高级的ABS可能是用在齿轮啊 那种精密工业啦 那种是很高级 可是呢那种量呢是非常的少 许文龙反而他走的是普及化的 而且他把它规格化 所以他的ABS的产量呢 后来就变成突破到呢 是全球最大这样 他说过如果他下令呢 不让货车出门 三天内全球的ABS要全面涨价 哪几种规格最常用 他就生产那三种规格 那大量的生产 成本又比日本美国的公司便宜三成以上 1981年 是齿美集团ABS生产的关键年 因为他们技术突破 月产能提高到500公吨 1985年保力化学正式并入齿美 许文龙更下令加快扩厂脚步 建造15万吨产能的超大型工厂 实质ABS的主要原料SM价格飙涨 中国市场需求大增 每日因为少量多样 无法充分供应 齿美因此顺利抢下中国市场 到了1987年 齿美年产35万吨的ABS 1990年年产50万吨 月居世界第一 1997年更达到100万吨 稳坐世界第一宝座 同年为扩大市场降低运输成本 齿美积极寻求海外设厂 位置临近 工资低廉的中国江苏 正江就成为齿美预期 两岸三通后的理想长旨 我们的ABS的发展 实在说 如果没有这个大陆市场 不然跟市场担起来 应该我们还没进去 所以对这点我是觉得 我们从大陆关联到底是怎样 我想是好鼓 好胸合起来 这就对了 90年代后期 齿美食业除了主力ABS之外 集团主要范围还包括 油仓 冷冻食品 保人工程 齿美医院 加上在中国正江的齿美树脂 塑料 化工 油仓 1500名员工 共创300亿年营业额的业绩 齿美已然成为国内知名 而重要的南台湾企业 原因之一 还包括许文龙对待员工的方式 好像一边对邮政党 政党是有这个选择 大家的幸福 对社会可以交代 让员工幸福 是许文龙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他早在1988年 率先实施员工周休二日 比政府早了13年 小时候父亲失业的经验 他更曾保证 齊美不裁员不减薪 20% 这是都完工的 完工的过分 这个过分对得来 他都过来完工 买他的过程 你没钱他机密贴钱赚你买 你如果去国际美 刚才有30年40年 都要退休 都最败要 高了百万几千万 你如果要结束我怕 要娶媳婦 你会娶媳婦的 我们人 他在35周年 公司的运动大会里面 他讲一句话 他这样说的 我当初创业只是想给我父母赚钱 买一栋房子给他们住 没想到你们给我这么多 让我这么富有 他举一个工 深深的感谢所有的员工 一个奇美的资深经理 他的所得税的税率就是40% 这代表什么含义 他年薪在370万以上 才资深经理 可见这个许文龙他 什么叫做员工第一 第一个我让你有赚到钱 在台湾市那个座厂房 他在里面有一个温水游泳师 他常常去游 任何员工都可以去游 员工踢到他眼睛 他也不会说什么 其实他们不知道 他踢到董事长 所以许董事长就问他说 你是哪个单位的 结果那个女员工还问他说 你是哪个单位的 他也没讲话 奇美内部内职力 因为许文龙变得更强 对待下游厂商也一样 90年代时 曾经发生过 在年中结算时 发现获利太多 主动退钱给厂商 连续的时候 我们今年给你赚太多 我们再退利润给你 当然说 我们要方便给你 你带我来用 不然我给你赚传真机给你 所以他的生意呢 其实生意的招数跟配套 不会说只有一招 他在点菜的时候 然后人家就说你不要点太多 你这个不够吃的时候 然后再点 没有错 他就把这个东西 放在他的经营事业里面 所以他在送货给人家的时候 人家订货 他也跟人家讲说 其实你不要订太多 90年代后期 齐美酝酿再一波投资转向 原因是亚洲各国 也纷纷投资加入石化业 竞争白热化 市场陷入价格战 齐美受到波及 1996年和1997年 连续两年负成长12% 加上台湾环保意识逐渐高涨 反对石化业的 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 迫使齐美转向 新领域触碳 面板是齐美转向 高科技的扣门砖 但这重大突破 抉择过程相当意外 1996年 一家做小尺寸面板的 源泰科技 当时的源泰副总吴炳生 自告奋勇向许文龙报告 建议齐美发展 具有市场前景 适合个人电脑用的面板 听完简报 齐美只花一个月的时间 就做成决定 台南的子弟 这个吴炳生 这个去找他嘛 然后讲到就是说 他想做这个彩色 彩色绿光片的一个计划 结果许文龙觉得说 他看这个人 他觉得这个人很可靠 所以他就投资了 那他说其实他本来是想养一只狗嘛 后来没想到 变成养一只好像大象 那时候是说 两百亿就可以了 两百亿投进去 这个如果万一都亏掉了 会怎么样 那他们跟他讲说 两百亿亏掉了 其实七年还在 所以 那个专门人就说 好那他投下去 最惊讶的 他讲这一句 最惊讶的其实还是吴炳生 吴炳生吓了一跳 他说 我才拿这个计划来 讲没多久 怎么一下两百亿的东西 就决定了 1998年齐美店成立 许文龙个人是最大的股东 担任董事长 其他大股东 还有媚婿廖锦祥担任副董 老陈何昭阳 唐帝许春华 侄子林荣俊 新人吴炳生等人 这次许文龙并未访效 国内多数厂家 与日本技术合作 而是坚持过去一贯的 自主研发技术原则 以花费总营业额 百分之三以上经费 自行研发面板 齐美店在1999年 发表台湾第一片 自主技术14.1寸面板 其实就是经过两年的时间 才研发出来 过去台湾是 中国人 所有的发展都在北部 所有的钱都在北部 政府的钱都在北部 因为电子业 这位在台南 做这个商品的发表会 是纪念头一年 我这边要做这个商品 这是可以说 能力自生 民主资情 齐美其实它 从过去它就一直强调是 自由技术 所以都自由技术 所以他们有很强的一个研发团队 那同业间竞争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技术上的突破 还有没有其他能够 期待它的技术这样 成为高科技新贵 齐美店在2002年股票公开上市 是集团内第一家上市的公司 借着齐美店相关上下游的 18家公司陆续成立 包括做背光模组的麒麟科技 有机发光二极体的奇金光电 许文龙独子许家章 任总经理的新时代科技 生产基地主要都在南科园区 国内员工聘用人数达到16000人 加上2005年 在中国宁波 佛山社后端组装厂 齐美店不但是集团内 员工人数最多的公司 也占有集团总资产7成以上 由于策略正确 第一时间从原来电脑萤幕 再进军电视萤幕 初期营业额节节高升 2002年营业额407亿 成长率高达147% 2004年搭上一斤电视成长热潮 营业额突破千亿 盈余172亿元 尽管营业额因为接单满载率创新高 但2005年碰到一斤电视市场 成熟期的肉搏站 齐美店获利不如以往 甚至到2006年 盈余下滑到只剩35.4亿 再加上面板产业 需要不断提出更大尺寸 以应应市场需求 为了和对手竞争 齐美店只好加快扩厂脚步 这一两年的金融海啸 大家慢下来之外 其实前面的扩厂的速度算是很快 你会感觉很快 一年一个厂一个年就在 你会感觉说这个厂才开始量产 它已经在规划下一个厂 筹募盖厂的上千亿资金 许文龙更卖老脸 亲自向银行连带 但雪上加霜的是 被视为本土企业的齐美 接连传出正疆厂 被技术性刁难 2004年5月 中国国台办公开表示 不欢迎在中国赚钱 却支持台独的人 6月15日 齐美店召开股东常会 许文龙被迫辞去 齐美店和齐美集团的董事长 由媚婿廖景祥接任 2005年3月25日 326抗疫版分裂法 大游行的前夕 许文龙发表一篇 退休敢言 提出意中告白 说自己出身台湾 足迹在福建 国内本土界一片哗然 大家比较会相信 这个许文龙 他绝对不会 从内心里面 然后要做这个东西 所以他一直非常痛苦 反而是会来同情许文龙 而不是说他怎么卖台湾 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大家没有在谴责这个许文龙 只是在可怜 为了要教国家 就没办法了 可是他在爱台湾这种心 不用他怀疑 因为他在讲话 我听他出来 因为他在谴责 因为他在谴责 他在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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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退休敢言 外界认为 许文龙是为了保住 其美的中国投资 而做的让步 但从此以后 许文龙少和政治人物往来 也闭口不谈政治 年逾80岁的许文龙 就此最新于音乐 绘画跟钓鱼 从南台湾发迹的许文龙 因为其美而享誉全台 也因为经营其美医院 而与南台湾数百万百姓 生命互动结合 但让他更扬名国际的 不只是其美 而是其美博物馆里 所收藏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珍贵民情 四百多支小提琴 让举世乐坛惊艳 更让当今音乐家 趋之若鹜 很多人不知道 年逾80的许文龙 还天天练琴 而且能够弹奏 五种以上的乐器 是真正名符其事的 艺术企业家 继续这个单元 我们来看许文龙的 个人生活和人生哲学 我们来看许文龙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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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台湾民谣 《望春风》 许文龙的小提琴 让周遭同样陶醉在弦乐之美 接着换中提琴 拉出优美哀妻的《荒尘之乐》 有时候 徐文龙也有俏皮逗趣的一面 每年在台南县后壁厢皇家主宅前 举办了苦错音乐会 徐文龙已经连续参加了13年 从不缺席 开始是我们来 我带过去也来这边演奏 不知道13年前的那份 第一回就是这样 那以后就要慢慢地 扛大这个规模 我觉得这很好 台湾现在大家很有事 现在要件是文化要怎么提高 所以这个意义很大 徐文龙从小就喜爱小提琴 17岁买到生平地把琴后 就开始天天练习拉琴 19岁时还曾参加学校乐团 在日剧时期的联屏戏院公演 年轻的徐文龙天天练琴 琴弦断了就跑到海边 去捡持时时搁浅的日本飞机 机上的钢线自制琴弦 后来口耳相传 还有人特别付费请他修琴 经商数十年 徐文龙对音乐的热爱不减 每天拉琴 周末还找来好友家中唱歌 是不是这种 小提琴之外 徐文龙拿手的乐器还很多 包括技巧较简单 却音色古典的曼陀琳琴 连少见的夏威夷吉他 都难不倒他 还有少为人知的手工琴和钢琴 至少会五种乐器 徐文龙不排斥在公开场合独奏表演 有时还登场和交响乐团合奏 甚至单纲指挥 他很爱自己的 他每行的 还有练琴 还有曼琳 一支音乐 当然吉他吉他吉他也会 我让你看他在大片子 音乐之外 徐文龙也爱钓鱼 台南市安平区 有个小渔船码头 简单用木板搭起来的码头 有两条毫不奢华的海钓船 这里就是徐文龙 平常出海钓鱼的地方 只要天气好 他几乎天天出海钓鱼 其实好啦 他这几乎不错 没错 他在钓鱼不够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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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最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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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还好 他十八年人 钓了几十斤也有 有时候也会链 叫我链鱼吃 链鱼吃就吃 还是都送朋友 他都送人多 刚好我有一个朋友 常常跟他这条 因为郭文龙的新鲜 年纪也有 就像我们这些 比较老花圆 可能摆鱼的摆鱼 他在旁边都会把它摆摆 摆了有点感情 在久 郭文龙的新鲜的人 也很好的 说你在这条鱼 有没有来我们纪米上班 许文龙平常练琴钓鱼 绘画看日文书 生活简单 台南市友爱街的老房子 四十来岁搬进去住后 就从来没换过 十一住行简单的 让外人看不出 他是国际知名集团的创办人 我小时候还在他友爱街的房子 院子骑脚踏车 那我现在去访问他 去敲他的门 还是同样一栋房子 只是那院子少了 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了 几乎没有院子了 以前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也训练过他家 也说许先生你为什么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他说我这个房子是给我自己住的 很多人希望把房子弄得很大 因为他可以在家开派对 是要给别人看的 可是我的房子就是要给我自己住的 他的裤子还是和美牌 那因为我们在台南人都知道和美牌 你小时候和美牌就是和美牌睡衣 和美牌都已经拉线了 他还在穿 我们进去看就是很多的CD 他很爱听音乐 我们看到很多的CD 然后这个有他的画饰 很简单的画饰 不像现在很多老板都住豪宅 叫一些藝学团的人 都在营兜 百六星期都在唱歌 台湾所有企业到你看看 那有人说 一星期有法就去找他 没有 没有人 所以这靠心不敢 2004年 许文龙慈聚集团董事长后 只保留奇美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的头衔 1991年 奇美食业利用总部的办公大楼 打造成奇美博物馆 典藏价值超过40亿元 奇美食业每年都会提拨 税前盈余10%捐给基金会 当作维护博物馆的费用 博物馆最著名的馆藏 就是小提琴 从1990年 收藏第一把小提琴开始 至今已经超过450把小提琴 他后来他4月有成的时候 他说好 我比较有空 他就买一支比较好的 小提琴来拉 结果他拉来以后 他说奇怪 这个小提琴这么好 我拉的声音这么差劲 我不是这个料子 就把小提琴交给他儿子拉 他儿子拉得比他更差 他说这样不行不行不行 干脆我们去买更好的小提琴 让台湾这些有天分的爱好 甚至爱好音乐的人 让他们去拉 这一支是凌晨之后 他拿到国际很高兴 他如果要拌琴 我去买十个礼拜 买琴的人很古怪 他不是普通的买到 他爱这支琴 但是他要吃肉 他要换这钱 是因为我说 我对手 我80年开始要嫁 我又要招牌 这是台湾的 台湾人的骨骼 台湾人的骨骼 台湾人的 在世界上 可以说 我有这些骨骼 而且要紧 这不是我孤零的 这是我们社会 有喝这个人的 我是普通的骨骼 四百多把小提琴 每把都有两三百年的历史 价值非凡 基金会提供小提琴租借 已经吸引全世界演奏家 慕名而来 我太太很孤零 说一支 都 中间买到米金一百万的米 整片都放了 一家家 那大家 也不用米金一百万的 除了小提琴 博物馆的一角 挂了几幅画 都是许文龙亲人的画作 这幅情运少女肖像 少女陶醉音乐的神情 生动自然 许文龙就临摹了三幅 一幅还送给好友 前总统李登辉收藏 还有这幅鱼 也是许文龙的最爱 他为了鼓励 他家的人有正当 他家人包括他姐姐 还有姐姐的小孩等等 你只要去学画 然后有画出成果的话 他会给奖励 那所以很多的话呢 后来是摆在这个 奇美博物馆里面 有一个大陆的一个 相当有名气的人到台湾来 看到奇美的作品 电厂 他说回去给他们主导单位 还怎么 有一天啊 会用那个 那个什么 灰弹 灰打台湾不可能的话 签啊 不要打到奇美 奇美的公益事业 还有一项 与台湾人休期相关 就是奇美医院 早期台南地区医疗不足 到80年代 还只有小型地区医院 许文龙因为亲身遭遇 决定入住医院 大概也是民国70年左右 那时候呢 刚好是许董的姐姐生病 到这个省立台南医院去看 结果呢 这个没有病床 只好睡在走廊 那听说这个 要做一个清电图 也没有机器可以做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个台南人怎么这么可怜 1987年 台南市冯甲医院 因为扩充贷款 财务困难 四处寻求支援 许文龙本来想自己盖新医院 但他想到 一间医院倒了 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于是决定承接 逢甲医院的负债 许文龙董事长呢 那时候 他用他个人的名义 大概帮医院 背负了9亿元的债务 所以 许创本人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这个如果这个 医院倒闭的话是他个人倒 跟这个奇美公司是没有关系 银行就把这个利息 大概降了一半左右 所以让医院在这个 当时很危急的情况之下 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好医院需要民医 接收逢甲医院后 许文龙透过友人 延览当时在美国洛杉矶医学中心 担任外科主任 也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顾问的 詹奇贤回国 1990年 在医院最艰困时期 接下院长的重责大任 1992年 正式更名齐美医院 在许文龙授权下 詹奇贤任院长17年任内 逐步转亏为盈 甚至让齐美医院自负饮亏 他就用一个比喻说 这个父亲不能宠坏小孩子 所以这个医院可以自立自主的时候 这个集团就不需要拿钱出来补贴 那他每次来看病 他也是按照规矩 应该要缴钱就要缴钱 所以他说董事长都缴钱了 所以其他人就没有特决 齐美医院现有台南县永康 柳营 两个院区 规模达到2100床 作为云嘉南地区最大的医学中心 许文龙与南台湾 数百万民众生命互动结合 然而他的私人领域却极度保守 妻子 儿女 仙少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 没问题 我们总共感到最难 我给两个照片都没有生 他就隔完生的后生而已 要送过美国 类 Row 一起希望带他们老百 这都没有生 顺带我们家就没有生 十五間就有兩個傢伙 一個傢伙美國在日本 我們都住在日本人 他們沒有改善 都在日本很多 許文龍把奇美事業體 交給家族成員和專業經理人 獨資許家章只任職 其中一家子公司總經理 他沒有要拜財給孩子 他不要在跟我說 他這樣拚到差不多四十五 已經賺到了錢了 第一間去買到那間家 去買到那間家裡說很高興 你如果自己來賺 來買一間房子看那多高興 自己貸錢來帶我 那是很高興的事情 苦文龍就是這樣人 他對這個生命也有一次看法 他去世以後 他把這個骨灰灑在海海中 或是灑在這個山上 因為他說他欠這些海裡面的魚 那欠的這個大自然有非常多 從以前到現在 那一路走來是始終如一的 科技日新月異 很快的 每一段期間都會產生領導型的新技術 企業為了永續經營 就得看準策略 尋求自我突破 同樣有轉型的需求 同樣有蹊進與否的難題 奇美集團從早期的壓克力 到石化業ABS 醫院乃至面板高科技 就是一種企業自我創新 和自我提升 然而我們也看到了 奇美集團的變與不變 尤其是創辦人許文龍 對音樂永恆不變的熱愛 以及奇美企業長久持有的 幸福人文精神 我是胡婉玲 這集台灣演藝介紹到這裡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小明星大劑 詞 sedan 前面 當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